這條影片呢 想說如何用AI 去幫忙 即是我們經常去開會的時候 有時候開完會 不是開完當做完一件事 開完會都要寫下 究竟 接下來有什麼行動點 可能討論了什麼 或者有些重要的時間 通常有個同事可能會幫忙寫的 但是呢 有時候一些中小企 未必有這麼多人手去做 或者是很忙 忙中有錯可能會漏了一些資訊 正正會有些事情發生 可能下一次開會的時候 好像上一次開會有些事情說過 又忘記了 結果好像重重覆覆開很多次會 但都沒有太多的結果 因為有些事情是沒有寫下 如果真的要去寫下的時候 我們用人去做 又要浪費很多時間 於是我就純粹在Facebook那裏問一下 大家有沒有這個需要 其實我發現的需求都多 因為都有過百人的回應 那我就做過少少的研究 究竟如果要用AI去 take minutes 的話 那牽涉什麼流程呢 那首先第一步 牽涉的流程一定要是錄音 這是第一步 有了聲音才可以之後去做分析 那第二步就是把聲音變成文字 那這個是第二步 第三步就是把文字 再用AI去寫一個 meeting 的 minutes 即是一個會議記錄 那是牽涉這三個步驟的 好了 而開會的時候 那我又發現開會呢 其實有很多種不同的形態 那有一些的形態呢 可能就是網上開會的 那你會用zoom 用teams 那但是現在由於 即是沒有了 即是疫情 不可以見人的情況之下 我們多了很多是offline的 meeting 那offline的 meeting 和online的 meeting 就變成了兩類型都有了 那這一個就是考慮的因素 另外 那如果你說英文市場呢 其實我發現很多AI 去做note taking 也好 或者會議記錄的工具 那但是呢 廣東話 或者普通話 就少之有少的 那第三個考慮的位置呢 就是免費還是付費 那這次介紹這個方法是免費的 那第四個 就是由於是免費 那所以有幾個步驟要做 那當然 都不是一個很複雜的步驟 但是牽涉多了步驟 那但是付費版呢 就比較流暢 就是因為一次過自己做了 那但是呢 那個付費版的流暢呢 都是牽涉於那個軟件 究竟是support online的 meeting 那我看到很多呢 原來的工具呢 都是做online的 meeting 那這裡有一些工具 給大家參考的 那Sypia 也介紹了一些 那有一個呢 叫fireflies 是掛了在這些online meeting的工具那裡的 所以它會和你記錄了多久 那然後呢 另一套也比較知名的 叫Orta 那都是掛了在online meeting那裡的 好了 這兩句工具呢 就是如果你去zoom meeting 其實它就會create多了個user account 去幫你錄東西 那我們看看 那我看 Orta呢 它暫時呢 只是support英文的 那所以根本 譬如你說 其他語言 廣東話普通話 是support不到的 那另外那一套呢 就叫好少少 叫 fireflies 這個 那它有很多語言support的 那它說應該 即它又不是寫普通話 它不知道為什麼寫簡體 那 然後這個中文 但是我試過好像廣東話 它又不是很認得到的 但是它也叫多一點語言 那但是這個工具呢 最主要都是要掛下去 那個zoom 或者那個teams 那個用途的 那如果我的用途來說呢 那我想 Online也好 Offline也好 都可以用到 還要免費 那怎麼辦呢 那 Mac機 和Window機 都可以安裝一個軟件的 那如果呢 是Mac機 那其實有一個工具 那就叫Whisper Transcription 那其實它是 那個名字應該叫做Mac的Whisper 那但是你打這個字 會搜尋到的 那它是一個 叫做Freemium的工具 免費可以給你用一些 如果你是一個 iPhone的App 你可以去下載 那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在電腦是一個Mac機來的 那我就裝那個 Mac的Version 那如果你是Window的話 那怎麼辦呢 Window的話 有另一個連結 那我會在影片介紹一下 那它說 叫做Whisper For Desktop 那這些我自己沒有試過 我只是試到Mac給你看 那這兩個 都是安裝在電腦那裡的 那 而 是不需要額外付費的 除非你 安裝那個叫做付費版 因為本身這個 是免費版 那我安裝了一個工具 那這個工具呢 就類似這樣 這裡 那我可以去上載一個檔案 然後也可以去 直接按鍵 去錄 譬如我們開會 就任由它錄 那這個就是開會見面的過程 如果你說我在Zoom Online 開完會 開完會之後 其實如果你想去 叫它 Subscribe的話 或者變回文字的話 那個用途 那其實你是可以 叫它 變成MPV 先 因為如果你是一個 Zoom的話 你錄下了 你應該在Recording 那個位置 可以下載一下 聲音檔案出來的 那無論是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都好 那你就可以在這裡 開回這個聲音檔案出來 那我會示範的 就是一個比較長的 一個影片 因為我真的沒有一個 過幾小時 那我這次要做一個例子 我在白兵電台那裏 那我會看到他們 很多網台的時間 很長的 因為這個 它是說 一個小時 二十一分鐘 它這個 的 Youtube 那我就 按一按 Youtube 然後呢 就在Youtube 的尾部打 PP兩個字 那我這個 純粹想 將它那個 Youtube 下載了 音樂 那我已經下載了 其實已經 那那個 是說 一個小時 二十 一分鐘的 一個MP3 好了 那我開一開 出來 那 當我第一次 去使用這個 工具的時候 其實它就會問我 想用什麼 模特兒 那如果免費版 它會有一個 叫Tiny 一個叫Base 一個叫Small 那麼 付費版 就會比較多 那免費版 這三個 其實我是可以下載了 這個叫Whisper 的模特兒 所以它是在你的電腦 那裏 所有東西都 不牽涉 要上網 去做任何東西 不牽涉 要去調整 API 所以也是免費 因為是用你的電腦 那我下載了一個叫Small 正常來說 他們說 你要用其他語言的話 最好用過 勁一點的 那就是叫給錢 課金 那我就不課金的情況之下 選了Small 那我發現 Quality都不差 好了 那然後 在這個工具的 左下角 我可以選擇 究竟是 什麼語言 廣東話 可以選擇 那我選擇Small 就是在這三個 Language Model 最大就是這個 免費講解 那我選擇 這個會議的MPV 有一個多小時的一個會議 那他呢 開始呢 就會丟進去 和我做conversion 那他一直在做 現在在做Decord 那整個 一個多小時的 這個過程 就是他那個 會議 會議就是一個多小時 但是我不需要等他一個多小時 做這件事 那總共要多少時間 去做這件事呢 那總共呢 大概要4分24秒 現在你看到 一直在看 4分24秒 現在你看到 一直在看 那4分24秒 那他就可以 將一個 一個多小時的會議 就將他變成一個 Text File 那他還沒完成 那我做個例子 給你看 那我可以Export 它出來 然後按Export 是個Text File 那他就會出了一個 一個多小時的 Text File 那我先打開給你看 好 那這裏有很多字 那每一句句子 中間有一個空白鍵 那他會隔開 那這裏有很多很多字 好了 第三步了 那我們剛才一路做過程 第一步就是錄音 錄音就靠你了 你用麥克風也好 你用這個工具錄也好 在Zoom 拿回MPV也好 第二步就是剛才用的軟件 就將聲音變成文字 那這個是第二步 那還有第三步 那第三步呢 牽涉到一個 將那個文字檔 變回會議紀錄的過程 那我想你去PoE Explorer那裏 那就可以打回我的名字 那不過記住 按那個Tab 要按People 那你會見到 我的名字呢 那我就CREATE了一個 chatboard的剛剛 那就叫做 Meeting的Minutes 那我按下去了 那由於免費版都可以用 所以我用了ChatGPT 但它的效能未必是最好的 那當然付費版 即它出來的Minutes 可能更好一點 好了 那雖然這個不是真的一個會議 我純粹在YouTube那裏做 但是呢 我會 即是無疑辦這件事 好了 那用這個Chatboard的時候 這個叫MeetingMinutes3 這個 那指示就很清楚了 它會跟你說 上載一個會議對話檔案 即是剛才的 那個Tax File 說有一個多宗那個 然後輸入數字1 或者2 那1 2是代表什麼呢 如果你想那個會議紀錄出來 是英文 那你就入1 這個數字 如果想是中文 就入2 這個數字 那我試一試給大家看 那你見到 它現在顯示了一個 會議紀錄的format 那會有一個標題 由於它不是一個會議 那所以呢 它根本都沒有裡面的 地點 日期 那些東西 那語會人士 因為他們都沒有透露過名稱 好了 由於我正在使用ChatGPT 所以它呢 會議紀錄有些東西 好像沒有採取到 但是結論 它是採取到 好了 那我再重新一次 讓這個 AI 可以看得到 這次呢 它就說出席 有什麼人 那是有主持人的確 不過有沒有這些人呢 這個就不知道了 因為他們沒有提供過名 但是裡面真的是在說電影的東西 那所以呢 會議紀錄 裡面有些摘要 還有結論 那這些反而是正常的 好了 那 下一次 就是我現在再試一試 就是我想要一個 英文的會議紀錄 剛才呢 就是一個中文的會議紀錄 那我就按1 那以廣東話去輸入 但是呢 出來的時候 我想它用一個 英文的會議紀錄 就會說到會議的agenda 是些什麼 那 都是跟電影相關的 剛好它這個YouTube 那有些什麼的 summary 說了有些什麼特別的電影 還有最後有些什麼的總結 就是大家談完之後 覺得是怎樣 那他們由於 它只是一個YouTube片 它不會說 下次會議是什麼時候 所以它就沒有特別提及到 那所以呢 其實如果 經常要開會 但是呢 沒有那麼多時間 就要去下載這些 notes 那我就會介紹這個方法給你 那我很快去 recap一下 這個流程 第一 就是你可以先錄一些聲音 就是你可以開會 你手機的錄聲音也好 或者你是用 你用zoom 你可以之後下載MPV也好 或者你用這句工具 它可以直接去錄聲音也好 沒有所謂的 然後呢 就把MPV檔案 就用這個免費的工具 把它變成文字 第三步 就是用我這個 的checkboard 就可以幫你寫到 會議記錄出來 那希望這三個 步驟可以節省到 一些流程 但是我不是用外面的 付費工具 很多都是 支援英文 或者是掛了 在zoom 那裡用的 那你可以告訴我 這個會不會都幫到 你節省一些時間 還有 會不會有其他工具 你都用到 或者正在使用 那如果還想看其他 AI 影片或者Digital Marketing 影片可以繼續看我的 YouTube Channel 我會不會有看到 我會不會有 我會不會有